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昨晚打电话上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上留言的网友 最近在青州大马路发生的一宗交通演员 是引起社会的关注 邵市的司机其实是持一个外地雇员身份证 他的原职业是一个送货的工人 而且没有澳门的驾照 按照言行的澳门法例 司机是不可以为外地的雇员和雇主 是不能凭请外路在本国驾驶车辆的 对于面对澳门现在越来越多的过计劳工的现象 那我们要怎样去盗住这些情况呢 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谈谈 过计劳工问题多多 怎样盗住这个问题 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工联副理事长梁孙雍先生 梁先生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们还邀请到 交通资商委员会委员零四侯先生 零先生你好 我们欢迎市民朋友 打电话上来和我们沟通 或者发表你的意见 电话号码是278-9192-278-9192 或者通过盐光网上的网址 加入我们的网上交流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澳门最焦 司警局向11名司警颁发错与公职长 以及家长118名司警和工作人员 各方便向10个工作团队 和5个侦察队颁发集体家长 鼓励他们再次再历不断进步 保温CC长办公室公布 是现借介绍工作为名 责骗类地人的一名司警刑事偵察员已被辞职 保温CC长王小泽重心 保温CC压下所有部门记录严肃 对违法行为绝不容忍和姑息 选公会将提心一计立法会候选名单总表 正式被自立的候选名单 最快于本月的25号公布 在验室公布的总表中 直选有25族195人各族14个议席 监选12个议席 除专业界别3个议席有2组各族之外 其余4个界别都只有一组参选 预料这4个界别合共9个候选人都可以顺利当选 当中有6名为现界议员 第9届粤港澳千年文化之旅 前日在香港启动 120名粤澳千年今日地奥 开展为期两天的文化体现 其后他们会转到内地展开交流 主办方希望能进一步推动粤港澳文化融合 为三地文化交流达建平台 虎联宜乡业会主办第17届全澳长者故事演讲比赛 今年共有44名长者参赛 协会表示充分体验参加者 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精神 《思池功夫》无数教材 今天举行新文化部会 作者贾瑞介绍 希望以功夫传承中华文化 以教材推广澳门 以卡通提升学心兴趣 教材将在多个社团的支持下 在校园推广 好 欢迎来澳门开港的演唱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谈讨一下 合本我的过计勞工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今天的青州大马路 就发生了这个致命的交通意外 这个市司的司机 其实是持外地雇员身份证的 并且没有澳门的驾照 出了这些事之后 我也想问一下 梁先生 你们去今进的情况 目前是怎样的 早前在白浪固张温大马路 和青州大马路的交界 就发生了一宗夺名的交通意外 我们工联总会 其实对这个事件感到非常远色 我们工联属下的工联福利基金 早前也希望能够透过联络他的家人 希望能够透过帮助到他在经济 或者各方面的援助 另外早前我们也向治安警察局去递信 也希望能够尽快撤查这件事 也希望他们能够研究 那个事发的路段 到底是否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因为我们都会知道 其实那个地方的路段 其实一些断命意外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也希望政府能够撤查 而这件事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特别在两方面 一个就是死者 其实是一个60多岁的长者 当时他过马路的时候 也怀疑可能没有看那个红绿灯 直接过去的时候 就被一辆混油车撞到 而另一方面 就是这辆混油车 其实更加被发现 是一个叫做过职的司机 而且很明显的 它就不是一辆私家车 因为混油车 很明显是一间相对企业比较大的公司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它明显是违法的 所以这方面也引起了社会的极大的关注 那说起单车那里 因为确实来说近年里 有不少的特别是老人家 他们都喜欢透过单车出行 那根据言行的一些叫做法律条文 其实来说 任何的车辆只要在道路上面行驶 都要遵守那个叫做道路交通法 但确实来说 现时也有不少的单车呢 它是未必真的要去拿到相关的牌照 甚至它虽然要遵守 但它连什么叫做道路交通法都未知的时候 可能对它需要遵守哪些东西的时候 可能都会不清楚 那另一个比较严重 还有社会比较关注的就是 这次揭发了这个司机 是一个过职的司机 那确实来说 这些情况 那么多年以来 其实在社会上是非常普遍的 那一直以来 我们工会也都要求政府 其实要严打这些这样的过界 或者是一些黑工司机的情况 那其实前几天 那个治安警察局也都有公布过数字 那在上半年到 其实是检举了大概41宗的个案 那所以从实际的情况 和它检举的数字来说 我们觉得只不过 现时来说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就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大量的 过界的司机 或者是黑工司机的问题 那另外也都衍生到 其实现时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所说的 特别驾驶执照的司机 在澳门上面有行驶的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其实之前在友谊大耀 曾经都发生过一宗夺名的交通意外 那当时就是一架 叫做特别驾驶执照的司机 就因为它那个 可能疏忽留意 那个看不到电单车 最终是碰撞的时候 也都会令到电单车司机 是身亡的 那所以显示到 其实我们经常都说 就是希望能够 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坚持 职业司机不输入外劳 其实这方面 除了担心 就会损害我们 那个本地工人的就业权益之外 其实从安全的隐患上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 因为譬如正如今次这个 那个邵氏司机 他也是内地人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内地的那个驾驶的文化 因为澳门是左上右下 内地是右上左下 一个左载 一个右载 那当大家可能 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未能够适应他的驾驶習慣 那第二方面 因为尽管其实今次 整个事件上来说 你会看到可能 那个邵氏司机 可能他是没有违规 或者没有超速的 但是因为澳门本身 是一个叫做 车多路窄的地方 那很多时候 譬如我们 本人自己开车 尽管我对是不是 但我们都会看实际情况 譬如有人幻过马路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礼仰 特别可能在一些人口囚密的地方 我们开车尽管不超速 但是我们都会银得比较慢的 可能大家的驾驶习惯 和驾驶文化不一样 所以导致到可能 他就见到我自己没有错 我就遇行遇过的时候 造成了交通意外 所以我们经常都会觉得 就是为什么 希望能够在这方面 既能够可以 就是禁止那个司机出入外 既能够去保障我们的本人就业 也都能够可以 是保障到我们的 那个大众的 那个叫出行的交通安全 相对来说 这方面我们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也都希望政府 今次也都吸收了这个教训 也都希望能够加强去巡查 也希望能够严厉去打击 那个叫做过界或者黑工司机 以及也都是要严厉去打击 就是聘请这些司机的雇主 我觉得可能他们 其实受雇人都是由于公司的指示 或者指派 他才会去做这个工作 其实我觉得 后面这个公司 他应该承担商认的法律 和一些处罚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没错 那我也想跟03再讨论一下 都看到今次这个事件 当然是很不幸的 但是好像澳门 都会听到过界努工 过界司机这样的话题 那你是怎么看的呢 所谓过界司机呢 其实呢 是多年前呢 我们已经是 发觉有 不是叫过界司机 是叫一些特别牌照的司机 嗯 那现在你和今次这个车祸 撞死了人的司机 连车牌都没有的 过界司机呢 那个性质我觉得是不同的 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 所以所谓的特别车牌司机呢 就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就是殖民地时期呢 政府呢 就是给一些中资的公司呢 一些特别牌照的司机呢 是给那些司机 点到点去运些菜啊 猪啊牛啊 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远程货运的 客运的车的 点到点作为这样用的 但是时至到今天呢 就是澳门已经就是 那个整个形势都变在了 所以变了现在很多这些 所谓叫做特别牌照的司机呢 已经是 不是说运猪不是运牛 是用来 就是开一些比较发财车啊 或者之类的呢 就是这样子转转 那你说我们会不会说 就是会不会说很反对政府 就是会继续去容许这一件事呢 其实我们有两方面的看法的 一方面呢就是澳门实质上 是不是真的 这个大巴的司机 是不是真的够呢 是不是是不是 现在澳门实际上 实际上职业司机 的年纪 个个都五六十岁的 嗯 那如果 没有这些特别牌照的司机 在国内找一些 这个年轻一点的司机来代替呢 澳门 澳门那些司机 根本上 不要说 不要说开那些 赌场的车 你连开本地的巴士啊 或者是很多旅游巴东 我们都没有救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呢就是 政府在这方面 在人力资源方面呢 是一定要作出一个明确的统计 是给大家知道 究竟澳门的职业司机 是够还是不够 是有多少人 是在做这个资机 有多少人 是在做这个 是给澳门 有多少个司机 可以服务到我们 三千万个游客 嗯 那梁先生 都想跟你继续谈一下这个问题 之前凌生提出来 就是本国其实有多少 那些职业司机 是货 即是带货车的司机 够不够 现在的资源是否比较缺快呢 好啊 其实先讲那个 特别駕駛执小司机 因为其实也都正如 刚才凌生所讲 那以前其实 上一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其实是为了方便 去运一些食品 内地到澳门的食品 或者是一些叫做游客 所以就特别批准了 大概一千个左右的 特别駕駛执照 但现时来讲 关键的问题是什麽呢 刚才所讲到 其实这个特别駕駛执照 是有一个规定的 就是必须是从内地 运到澳门的 即是无论是货品也好 人也好 都必须是有这个程序 但现时来讲 其实很多我们所讲的 特别駕駛执照的司机 其实它根本上是没有遵循这个原则的 很多时候 以前其实有一些 那个旅游客司机 会和我们反映 以前很多时候 这些持有 特别駕駛执照的司机 他可能会去到 一些三百贯的地方 转个圈 叫做回到内地 转一些人回来 但最近来讲 他和我说 现在连这个动作 他都不做了 直接在那个 发财坝里 直接去车人 所以明显来讲 他就不是一个属于 即是他拿着这个牌 但他所做的事 和我们当时制定的 这个规章 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所以他不单是 不是个职司机 他可以说 他是黑工司机 但确实来讲 严时政府来讲 其实都知道这件事 早前其实在 几年前 曾经也希望能够 针对这个 特别介绍司机的行政法律法规 希望能够去修订 讨论了几年时间 政府到现在 其实未有任何的下文 也都令到一些 从事职业司机的人 感觉到很不满的 另一方面 讲到人资的问题 那确实来讲 在早几年 特别是在1314年的时候 其实特别是业界都会反映 澳门的职业司机 人力资源不足 但其实在这一两年 其实经过了 一个博彩业的 深度调整之后 其实澳门整个 那个就业的结构 都有一些变化的 那第一个来讲就是 其实那个 特别是我们 在去年年底到今年 因为都开办了 不少的 一些职业司机的招聘会 那其实发觉 原来很多人 都很想 入行 特别去从事 一个叫巴士车掌 就是巴士司机这个行业的 那另外也有不少的 其他的行业 包括 应该说这个行业 其他不同的公众 比如一些旅游巴的司机 又或者是一些叫做 泥头车的司机 因为受到现在 那个经济的影响 其实特别很多 地盘都已经是停工员工了 那另外也由于 本身那个旅游团的团客 也都少了 那导致到其实 也由于现时澳门 那个交通的环境 那导致到很多 旅游巴司机 他寻愿想找份 稳定一点的工 所以也很想做一个巴士司机 那导致到 其实现在在那个职业司机 技能 资源需求上面来说 也都出现了一个 需求比较温和的状况 在那儿 所以面对着 现在那个叫做 叫做 叫做经济新常态 其实我们认为 政府应该是尽量 希望能够给一些叫做 叫做 新优条件好的公众 是留给澳门人来做的 就是保重本地员工的一个责任权利 没错 那我们现在先来听听市民有什么意见 现在要林生再线 林生你好 你好 大家晚上好 你好林生 你刚才说得非常对的 就是澳门的发展 经济无论什么都好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澳门人而发展的 那如果澳门人不能够分享到 这个发展的成果 那澳门发展来为什么呢 到底是吧 那我想今晚的讨论 应该围绕着 前几天的不幸的交通事故 引致有人死亡 真的是相当于不幸的事 那从此就看到 一路的职业司机要求不要开放外劳 政府亦都同意协助不开放外劳 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有远见的行为 当然我们不能单纯规责 这个是过届劳工 国内司机就一定要引致交通业务 不是这样 不能够这样以偏概全 但是大家如果有经验 去过大陆生活过或者玩过 或者开车 好像小弟那样经常开车回大陆 都知道是个驾驶态度 国内的同胞 是有些问题的 这个是肯定的 如果大量开放那个过界 不是大量开放那个职业司机来澳门开车 是一个恐怖事件来的 真是马路很危险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想探讨 我不是想探讨这件事 我探讨的是 为什么女女每次都是出事之后 才会发觉有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 如果其实很简单一样 如果我们经常都在街上见到的警察 会不定时地做一些stop的行为 就是那个查证 包括在巴士 在街上 都会有的 为什么又不见人查那些司机 是吧 如果这个过界司机 我估计他不是第一天 不是好像我们以前当差那样 第一次捉到责很开心 不是这样的 应该这个人是很多次是开车的了 但是为什么从来没试过出事呢 因为这次如果不出交通之外 他会继续开车的 是吧 嗯 那如果譬如有一些stop行为 是针对一些大型运输车 或者不用说什么乱枪打鸟 简单来说 在街上 总之看到司机就托他过来 当时不阻止交通情况 托他过来 查一查你的駕駛证 是否过期 是否有证 是否有駕駛的同样车辆的资格 不如有些载子载快车 那这些载子载快载快轷 我給了僱主 我不收人工我還給錢 為什麼要拿外容證來澳門 做賭場的操作 甚至有個聽主欠外容卡 笑死你了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如果是 所有的事情 只是每一次出事之後 才去關注 關注一輪之後 又忘記了 然後再重複 那就真的棄手了 這個問題就希望大家 在社會人士警醒 多謝林生發表的意見 我們再繼續聽聽下一位觀眾 王小姐的電話王小姐你好 你好王小姐 李靜宇議員一再 為這個 本地的司機 反對過界的司機 來澳門 反對了好多年 其實這個問題也很存在 我們的工人 應該有一個保證權力 剛才林先生講 就是說現在司機 年齡大了 應該政府和那個 發財 發財車 各個賭場應該 去跟他們調解 是不是你們那個賭場 那個發財 應該減少 也好像他 他的那個賭場 有的在唐宅 都接連很近的 也像 也像公共巴士一樣 送了接兒送那兒 那個賭場的巴士車也少了嗎 十一都可以撿下來的嗎 就應該考慮了嗎 還有政府部門 一個司長 一個局長 一個車 一個 我看過 我開會看過他們 都是的車輛 差不多 如果中央都 我們中央政府啊 都是很節省 很簡潔 這些方面呢 怎麼一人一個司機啊 你開會也可以做一個中壘嗎 裝理一個局的人嗎 好吧 你們下班也得送 上班也得接 都是車輛司機的問題 道路這麼擠 這麼擠篩 你過蓋的勞工 過蓋的勞工 真的剛才像梁先生講 大陸的人 我去大陸旅遊 都好怕啊 那裡的 他就不讓你的 斑馬線 什麼斑馬線 他走他的 他有的那司機 已經在那行程習慣 如果他來到澳門 我都遇過兩次啊 綠燈啊 剛想邁步 他的車就闖過來了 後來我的同 我的朋友都說 你要注意啊 斑馬線 你也要看好了 嗯 他有的是 大陸的車開的 有的司機啊 還真是 兩次 有一個阿婆 上一次也是 綠燈 剛想過斑馬線 那個車就過去了 他不管你的 不管你斑馬線 其實這個也是 交通局方面 應該嚴厲一點 梁先生 你們公聯 你也是 這回候選人 候選的議員嘛 你應該還追緊這個問題 不管是年齡大的司機 當然了 年齡大的司機 應該多的體檢 保證 他的自己的安全 乘客的安全 那我們政府 應該開展多的培訓 多的培訓 多的培訓 那之前 林生和黃小姐 都講到不同的問題 就是 林生 都講到其實 當過一些 警察 不夠 可能造成一些 過界司機 可以經常開車 如果不是出事 根本就發現不到 那黃小姐的意思 就是 很多可能 這些駕駛 執慣的問題 可能就不是 李養行人 對於這兩點 我們先聽聽 林生回應一下 是 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說 這個出事的司機 我們說回 為什麼他連車牌都沒有 連車牌都沒有 而居然可以開這些 所謂叫做 危險品的運油車 嗯 我覺得就是政府在這方面 監管方面 是缺乏了 比較嚴謹一些 嗯 因為老實講 就算你 就算有牌子 你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駕駛到這些 危險品的車 何況一個沒有牌子的司機 所以我覺得 政府在這方面 就是 一定要加大力度 去監管這件事情 其次一件事情 你說 如果國內和澳門的駕駛習慣 當然是不同的 文化都不同 我們 我們 不要說 和國內和香港都不同 好像很簡單 剛才我們說 譬如有遊客來到 看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左看右 那麼香港呢 就 到最後呢 是在地上畫 給所有的遊客底的 這裡 你過馬路先看左 或者先看右 畫完的 那麼澳門呢 連這件事情都還是沒有 我覺得呢 澳門這件事情 可以跟隨香港這一點的 其次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 因為現在 發生了 發生了問題 那麼 我覺得呢 政府呢 就是要 重要呢 就是要 在這些 過界的司機方面 是要 加大力度的 嗯 那孫優都補充一下 嗯 我補充一點點 其實 我們都不是針對說 國外的 因為實際上來講 因為澳門確實 它的道路環境是比較複雜 只不單是說 內地司機來澳門 即使其實你 外地其他國家 其他地區來澳門呢 都是存在同樣情況的 等於早年也都有一個 香港的 就是跟澳門已經同一個方向了 也都由於 它不熟悉澳門的道路 最終也出現了一種 嚴重的交通車禍 所以這個不是針對哪個地方的 只要針對外來的司機 如果譬如 它可能純粹是駕駛 可能都會 沒有那麼容易出事 但當它成為了一個 經常要在道路上面行駛的時候 確實來說 會構成一個危險在這裏 那另外剛才也都講到 那個 集體運輸的問題 因為確實來說 澳門延時來說 那個路面的 那個 汽車的 那個交通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現在因為 今年我們看到 我們的旅客也不斷這樣去增加 那模型中 亦都加大了澳門交通的承載力 那所以我們來講 未來第一個 要去發展公交優先 那第二個 要發展我們的集體運輸 那所以我們的輕軌 必須是儘快 可以去投入去運作 希望能夠減少路面的 這個壓力在這裏 那第二個 其實剛才我們 那位觀眾都講得非常好的 我都很認同的 就是我們的公務車 是不是 怎樣能夠去進一步 去善用 是不是 所以說善用就是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就是可能 譬如可能不同的部門 是不是 或者可能都會有一台車 他們在 出去公務的時候 都會用他們的部門車 那怎樣去解決呢 其實這個不單止涉及車的問題 就涉及到我們所講的政府 我們的行政機關的問題 因為現時來說 其不同部門 都分散是各區的情況 如果將來 很簡單就是 譬如它有一個叫做 政府綜合大樓 是不是 政府辦公大樓 大家在同一棟的時候 它對於送信也好 或者出去公務也好 的時候 都能夠可以 就是 把資源重疊的東西 放在一起 變成了 譬如可能我去那個地方 大家純路 就在一起 那一方面 也可以折散資源 那第二個 也能夠善用 那個路面上的空間 所以政府這方面 絕對是能夠改善的 那剛才觀眾也提到一個培訓 這個我們是非常之認同的 那我們去年呢 其實也是聯合交通事務局 和那個業界 和三間的巴士公司 那個交通事務局 是舉辦了一個 關於叫做 巴士司機的職業素養 培訓課程 那當時來說 基本上是 超過九成的司機 都會開展一些 關於 譬如交通安全 服務態度 服務意識 或者是一些自我 可能調控 當在路面上 遇到一些突發事件的時候 我們是怎樣去應對的 一個課程 那其實效果是不錯的 那未來裡面 我們都會建議 就是因為面對 那個路面的日吹複雜 我們都很希望就是 灰業界其實如果 譬如有條件的時候 都令到 譬如就是給一些機會 令到這些司機車長 可以能夠接受培訓 那第一個 令到提升他們的安全意識 那第二個 也是令到他們可能 當他們遇到突發事件的時候 都能夠有效地可以去解決問題 好 時間的關係 我們暫時先談到這裡 看看廣告 回來我們繼續和大家 一起來探討 過界司機的問題 好 歡迎回到澳門開港的現場 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來談談 怎樣盜住這個過界勞工的話題 那現在我們線上有馮生 馮生 你好 你好 馮生 你好 馮生 你好 過界司機 請講 好久的 請到那些過界司機 通常都是那些 中資機構多的 所以 就發揮不到什麼作用 中資機構好像 沒有什麼監管 不是一單的 很多次都是這樣的 那你作為工團 你不能夠 對方是什麼中資機構 你是放軟手腳的 你監督 要透過相關部門 去監督他先 來到澳門做事 要跟回澳門的法例 是行的 不能夠有特權的 現在玩特權 根本就在這裡 現在這件事發生了 關於保險有沒有相關跟進 那個人死了 現在這個是沒有牌的 明白嗎 現在怎樣賠償 現在那個是外勞 那個外勞走了 就算外勞在這裡 你怎樣追他賠償呢 現在有沒有人說 現在請他這間公司 有沒有責任 保險公司賠不賠償呢 保險公司賠不賠償 這個是沒有開車的撞死人 那個府主 現在那個老伯 你那個老伯怎麼辦 你沒有牌就算了 他過馬路適合不適合你 你沒有牌就算了 有沒有說 那個保險賠償是怎樣的 有沒有說那件事 過界司機是很久的 不是現在 今時今日的 那相關部門 炸炸彈炸彈 炸彈 那我們怎樣 我們市民見到 我可以投訴 我們市民不能抓他 我們沒有權的 是不是 那些執法部門 放軟手腳 看人家執法的 這個問題最簡單 我們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司機 超重 就抓 那些巴士 天天超重 有沒有抓 是不是真的發生了事 死了 十幾二十人才去做 那最簡單 不要說其他 那 貨車超重 其他超重 就很勤力的 但是巴士天天超重 天天超載 那他就抓過他 因為巴士 很多人都逼不上巴士 肯定去超重 多人搭 就是超重的 多人搭就可以 隻眼開隻眼閉 這樣嗎 這樣 這樣去執法的 你哪有管治威信 你看人的 你平民大姓 你就跟人說法例 法治 那些大公司 後面後台下的那些 你就看不到 好 多謝了馮先生的意見 那我馮先生也是講到 沒有選擇性的執法的問題 那我們再聽聽下一會 觀衆王先生 一條王 王先生 你好 喂 你好 王先生 大家好 請說 就是過界那件 就是發言那件事 是吧 壯士人那件事 我想了解清楚 那個司機已經 回到大陸了 他應該是進入這個司法程序 目前 沒錯 涉嫌過失散 為什麽會被他走 我相信是想了解那件事 我現在撞死人了 他應該逃不掉的 現在 為什麽會被他走 是什麽法律 現在 你等一下可以補充一下 你等一下可以補充一下 走到誰 他沒有走 他肯定 哪個負責 那你本公司 你不會賠的 你 老闆肯定在這裏 但是這個司機肯定有責任 我說應該 你不要說他刑事肯定有責任 你死人肯定有責任 為什麽會被他走 他已經被控過失殺人罪 無線是被這個罪名被屬 應該不能走 那正常怎麽可以走 正常 你過失殺人罪 怎麽可以走 現在被判了 判了你沒有罪就走 是吧 正常是這樣 你老公處 我也不知道他做什麽 過界司機很久了 菲律賓 你政府做到什麽出來 是吧 謝謝黃先生的意見 我們再聽聽下一位觀眾 黎生的電話 黎生你好 你好 我們首先不說過界司機 而事實就是澳門現在那個路況 涉及大型汽車的交通事故 這十年發載到 那個密度都幾高 其實是關乎 就是澳門現在路況 車多路窄 還有很多現在的 駕駛大型的司機 都希望快些駕駛 駛駛駛駛駛駛 而且會受到這些大型汽車的 一種惡劣駛態度的威脅 導致多宗的涉及這些事故 而導致死亡也都是圍倒不少 故事就是說 我們要監管這個過界司機 同時其實有關交通部門 我不知道 近這十年八載那些有關的事故 好像那些司機的佛局的程度 不是起到阻嚇作用 最多停牌兩年 或者佛前回營那些之類 基本上 我跟你說一隻寶貴的生命 就算一個 我經常都跟這些人說 一個人就算他是 不小心過馬路 不小心避讓道路都好 都是罪得致死的 就是每一個道路駕駛 就是無權執行任何犯規的人 作一個叫做法律認可的一種 執行死刑的行為 即是撞死人和執行行為 那個性質有分別 但是結果沒有分別 是不是 意思是 我覺得是應該 同時期我們要 急殺這些不正之風 我覺得是首先用重刑去 用較為重的刑罰去令到趙氏者覺得 有即時付出這個沉重代價的感覺的時候 他每次駕駛都有所警惕 我覺得 除了過界司機 這個當然固然是澳門是不應該出現的 就是我也是 我不知道有關當局 就是說這次這宗 我曾經跟朋友說 照樣說 打架看住人 我不知道這間公司是誰 但是我在下意識上 我覺得很難不了連 就是不會有什麼大的責任負擔的 就是可能是 就是不知道用有什麼去罰了 就算是那種 那我覺得 就是給我們市民 連對執法和門這方面 那個執法的行為 那個力度都有所為的時候 那有關的趙氏者 就是差不多他們 每天駕駛車子 好像撞死人民 幾任的態度 駕駛這些人 又何曾會起到阻嚇的作用呢 是不是這樣 好 多謝李先生的意見 那我們再聽聽下一位觀眾 陳生的電話 陳生 你好 你好 楊小姐 你好 楊先生 你好 楊先生 楊先生 你好 你好 有時候說一些東西出來 這個世界 是其是非非非 沒有一觸光打死了那些 駕駛重型車 的駕駛殖駛駛駛的 巴士 巴士 巴士站位四十幾人的 你們有沒有數過啊 過 過 超重超載 還有一樣東西 你走出來 是一撞死人 他是不想的 外国有个有低案例 那个辩方的律师 握个球 握着在那里放来 叫那个控方的律师 你接着他 他接不到 就是因为你个人飙出来 我怎么停 我是经常坐巴士的 我跟那些巴士司机 有说句公道说话 那些电单车 那些汽车 从随时在你左边车头 片过去右边车头的 那些单车随时在你面前 慢慢走的 他说转就转的 虽然这次是有人死 人死就很悲哀的 过过都不想有人死 但是有人想用 有人想喜欢车死人吗 他是呀他是无牌 另外一件事还一件事 不要一次过掃下去 工联系工人的代表 没错 但是你们工本身工人 你知道你的服务的机构 有黑工有过家人 为什么你不自己去报 只在那里说风说雨 说风凉说话 你应该你自己上去告的嘛 还有你说那些交警 我说我整天都不喜欢那些交警 我说他不执法的 他想不执法吗 你看新马路那区黄实线 星期日那个公交人 他在那里想执法啦 又不是被人骂 那个公交专道七年啦 你开车就不知道的 你开车不用不看 你交洞标志的吗 又骂啦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用了陈省的意见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马先生 邓庚 马先生你好 各位好啊 你好马先生 你先说 我觉得呢 我都没留意新闻 说撞死人那里 我觉得墨沟那里呢 很多斑马战呢 在那个弯角那里的 嗯 很多人一转弯呢 就会差不多撞进去的 第二件事我想说呢 很多的工程呢 或者那些工人啊 在街上做的工程呢 放个雪糕桶在他前面那里 他应该放五十下之前 但是一转弯有个雪糕桶 那些人只有戒备嘛 我见很多工程 很多人都抓到那里的 嗯 一转弯他放个雪糕桶在他前面那里 有些人淋花 弄花 弄花 弄什么呢 都是放个雪糕桶在他前面 我觉得 政府应该提醒那些 员工做的那些 那些在街上做的那些 在街上做的那些 就是滑电或者工程的东西呢 明白 就是放在那里的雪糕桶 远一点 五十码 等那些驾驶者来 已经见到安全 我见很多人很危险 都抓到过前面 我抓到他 真的做了那个东西 就是他放在前面 我走得很慢 我四十多米 我明知到翻角 我都不会走得很快 嗯 那些斑马船很多人都说了 应该就不要说在那里 而近日那个美德路柱街那里 那个 那个 我不懂说什么那里 那个 那个就有斑马船的 那些人一转弯 那些人在那里过 那些人走得很慢 那一停就失去了 第一件事就失去了 第二件事一转弯就抓到 我见他抓到在那阿婆那里 那阿婆走得好 真是怪掌 那些地方很危险 斑马船呢 希望政府呢 摆眼闪灯指示灯 提一提那些隔施车 那边有很多人很危险的 嗯 提一提它 那些隔施车 那边有很多人走 叫那些隔施车 小心去那边 转过湾 过湾 当然不是 全都不介意放在那里 就是凡是很多人过马路 很危险的地方 所以我应该放一些展示灯 提醒那些隔施车 危险 第二件事 我觉得现在麦柯呢 很多人呢 拿个电话 V车啊 电话 讲电话 我见不少的了 嗯 那些应该就很危险 很危险的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好像没什么点理 真的很多人 拿车 拿你的电话 嗯 我记得 真的很危险的 每个人讲电话 都不奇怪 当然不是说 他们不小心 我觉得应该就是 调控多些少 明白 很多谢谢马生的意见 那我们听到马生 其实讲了很多安全驾驶 和做一个行人 自己过马路要小心 马生也有提到 比如有一些道路工程 一些标志的赤字 可能他们那些工人 还没按照一个指引去操作 就是没有放在50麻之外 可能放在很近 就是容易引起一些交通意外 和开车玩手机 这些确实是很危险 关于这一点 我都先听听 林生回应一下 是啊 呃 刚才是马生 其实我很同意马生所讲的 因为 很多 现在很多 过马路的人士 很多都还是拿着手机 低头一族 或者是拿着 在那里打机也有 什么也有 那么我觉得这些 这个是有待 政府是 是要 就是给多些教育出来 但是近期呢 近期政府呢 在教育上 上面呢 譬如好像 斑马线上面 停车啊 行人 让步行线 让行人走路 这些呢 我觉得政府都做得到的了 那 还有呢 现在澳门的驾驶习习惯呢 和很多邻近地区呢 我觉得是比较优胜的 嗯 特别 特别好像我们 无论大巴士也好 转车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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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斑马线呢 我看到 就是不要说百分之百 有九十几个百分之百 都是会停车 让人过马路的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呢 就是澳门 现在已经做了 做到这一点了 那能够做到行人那方面呢 能够政府呢 能够有多些教育 或者有多些处罚性 这些方面呢 去互相去调保一下呢 我觉得这样是有必要的 那么我也请梁生回应 之前呢 观众逢生黄生 都是很关注这个事件 一些保险问题 和一些口子的问题 那么先听听您回应一下好吗 其实我都很认同 长述几位的观众的看法 特别是其实澳门 现在那个执法 确实是不力的 因为其实我们平时 比如出到街的时候 确实来说 我们很少看到一些 譬如是他截查的情況 特別因為好像這次 饑時的司機 他很明顯就是一個貨運車 而不是一架私家車 其實只要能夠針對 去這些運輸的營運的車輛來講 去進行一個截查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 因為他不能走的 他必然在車上來講是不能走的 是容易去進行執法的 但政府其實多年來 也都是那個明知道有這樣的情況 確實來講也都時而不見 或者見 只不過是用小規模的執法方式 所以見到其實即使上半年的 他那個檢控的數字來講 只有四十一宗 我們原來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而另一方面 剛才另一位觀眾也提到 確實來講現時的罰則是非常之輕的 而他這次 沒錯 因為這次 如果按照這次的整件事件 因為那位司機他本身 他申請外顧來澳門 是從事他的職位是送貨的 那麼他就由一個送貨司機 他成為一個職業司機 其實他就叫過職了 因為在同一間公司裏面 就是做了不同工作崗位的 是不是 那個的身份 而如果根據言行的那個 我們會用譬如法的話 其實他違反這方面的那個 守則的時候 他在科處的罰金 只是那個五千到一萬而已 那你會見到其實那個 那個罰金是非常之輕 是不是 變成了其實毫無一個殺傷力 所以變成了其實 現在政府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兩方面 一個要去加強那個執法 是不是 嚴厲去打擊這些過界司機 黑工業司機 而另一方面來說 必須也是要去 是不是 增加回延時來說 對於一些違規的司機 以及僱主呢 他的一個叫做處罰 是不是 令到透過阻嚇 來減少這方面的情況的發生 而第二件事 也都講到一個宣傳教育的問題 因為確實來說 我們一直都很希望能夠透過 建議政府就是要加提關於交通安全的教育 那特別其實這次這個叫做 單車的伯伯 那其實來說 我們平時在街道上面 都確實見到很多伯伯 踩著單車 自己都覺得心裡 都會為他擔心的 因為特別是近年來 因為他的那個交通 不斷地去變化 道路各方面的事情 不斷地改變 那很多特別是長者的時候 他的意識其實還未認到 原來這裡以前沒有燈的 現在多盞燈 以前可以轉了 現在可能不可以轉 那形成到他未有一個 足夠的安全意識 那這方面來說 除了要加強之外 剛才包括凌先生也有提到 怎樣能夠加強我們所說的交通設計 和在一些叫做危險的地方 去建設一些 去設計一些叫做安全的標識 提醒一些行人 以及駕駛人士 要小心 相對能夠提高整體的安全意識 那剛才也都講到 我們工聯 因為確實我們對於職業司機來說 這麼多年也確實是比較強硬的 堅決反對職業司機輸入外勞 也要求政府去嚴打黑工 和各界勞工 所以其實包括去年前年 我們都發棄了五一遊行 也都是組織了超過600名職業司機 要求政府去嚴厲去監督 防止這些各界司機 各界黑工的一些情況 而對於這次事件 我們也都當時發生了之後 我們也都第一時間 透過我們的工聯福利基金 向那個死者家屬 希望能夠提供援助 而另一方面來說 也都是向交通事務局 向那個治安警察局遞信 要求他盡快撤查這件事件 希望能夠盡快給到死者和死者家屬 一個合理的交代 明白 最好跟林先生再談談 在澳門踩單車 確實是比較危險 但是很多人要有這個外號 又喜歡踩單車 鍛鍊一下身體 大家以後怎樣用這個擔車安全出行 其實現在我們在澳門 是有單車勁的 我們譬如 你如果打算踩單車用來 不是代步的話 在運動的話 我們絕對有單車勁 可以替代這件事 但是很多時候 老人家根本上是踩單車 是為了代步的 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 如果政府真的要容許 所有澳門的道路都可以走單車的話 我覺得一定要 要讓這些踩單車的人士 是有一個課堂 讓他們知道澳門那個交通的規矩 讓他們至少要有一個交通的課程 他們要熟習 那麼他們才能夠在馬路上面使用這個道路 要不然你踩現在的單車 那麼那裡又走 那裡又飆一下 那裡又飆一下 那變成了 汽車也好 或者是電單車也好 或者是巴士 是很難避到你的 所以我覺得 為了你自己的安全也好 各方面也好 政府也有責任 在這一方面做一些工作的 因為我們的關係 會見到 有些可能那些勞工 都是用單車來對捕 確實他們是真是很危險的 有時候會見到 他們就踩著單車過關 雖然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加強這些方面的安全的意識 我也想聽聽 先要再補充一下 其實我想說的是城市規劃的問題 因為現在澳門的整體城市 因為確實在過去也沒有想到 會去設計一些綠度 或者是單車徑 導致現在 確實來說 要在馬路上 有單車有電單車有私家車 確實來說很危險 所以將來就把未來新城市規劃 如果能夠在新田海區裏面 新城市裏面 能夠可以去設計一些綠度 設計一些單車徑的時候 其實能夠推行我們的綠色出行之餘 也能夠為單車的外耗者提供一個通道 我覺得政府是絕對能夠做得到的